没有200有没有300 我不能担心是台湾主包 你这个信息哪里来200 你给我200啊 被关局长蔡敏燕揭传是走路工 中国潮民恼羞成怒 说我们是什么 总领馆或者是说有人就200块钱 他的服务车 我怎么知道 我有我的方法 明天还有一个 我们大陆所有的 市民都是掩护我们习近平 没有一辈子 没有中国政府背后支持 却能精准掌握蔡总统行程 中国潮民不只神通广大 还要管台湾媒体怎么称呼自家总统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蔡总统在美国几天 你们就会一直看 不能说总统啊 台湾是一个地区性格 台湾地区领导人 我们只能承认 不能说总统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当然交到总统 你这样总统我们不接受采访了 那你自己 自己反问自己 所以你们这几天都会一直不断的来看 每一天 几五天还在他门口 自发性的抗议 没人给钱还准时报到 这工作做的真到位 各位观众总统蔡英文呢 出访中美洲过境纽约 来到第二天 而第二天晚间的重头戏呢 就是来到美国智库 也就是哈德逊研究所呢 来接受颁奖 并且发表演说 不过我们守候在现场呢 您可以看到呢 这个中国驻美的大使馆呢 是动员了近百名的民众 高举着五星旗来到现场抗议 中国同派团体各种骚扰 纽约警方不敢掉以轻心 毕竟四年前同派挺蔡两派冲突事件 再次上演 但双方早就隔空交战 报纸头版海外信赖台湾后援会下了半版广告 欢迎总统蔡英文立临纽约 再翻个几页 还有中国民运团体发表力挺宣言 报纸最后才是中国同派团体下的全版面抗议广告 蔡总统过境美国 两岸侨民也从陆战打到空战 静新闻晚期刘威廷 纽约随行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